救護車抵達現場 57歲富人傷 是嚴重倒臥在地 頸部鮮血直流 他的右手中指 幾乎半截被咬斷 緊急送醫 有人養的嗎 對 有人養的 你認識他嗎 我不認識 好 我幫你報警 因為太嚴重了一點 右手中指三公分斷裂 頸部被咬傷 幸好沒有傷及動脈 目擊者說 咬人的是一隻比特犬 就讀小學的小組人 疑似被牽繩半倒 外出散步的古姓婦人 想幫忙 反而被狗咬 這樣拖就沒了 被牠的狗拖著走 婦人家是要救牠這樣子 那婦人要散步的 要去救牠 結果反而被咬 好心被狗咬 婦人手上的金屬手環 也被咬斷 而疑似咬人的是 這一隻名叫福氣的比特犬 事發後被拴在家門口 一臉無辜 剛好說裡面的狗一次傷到人 媽媽請跟我們聯繫 不然我們到時候 我們機察員還是會過來找牠 市主向警方表示 上午幫福氣洗澡 一不小心狗溜了 小女兒跑出門追狗 捕身跌倒 好心不然想幫忙 卻被狗咬 而市主也將連帶負起 賠償責任 劍鵬俊銘 苗里報導